剛剛進入之前兩小時,特首帶著幾個局長再解釋了一些新的預防和對抗疫情措施 放假而已,沒有什麼新招 放假是一個,其實我們上幾個星期都不斷地說 政府想到什麼,其實都應該試一下 從事到8月底的疫苗,現在的說法是合約所限 不是隨便可以轉交給別人,又或者買出去更不可以 收了之後轉送也不可以嗎? 似乎就不可以了,要再跟WHO說一個如何處理疫苗的方法 其實是不知道的,真的有一個可能是浪費了也不可以 因為有期限 今天其實主要說,我都聽了大部分 一個措施就是,如果你商量去吃東西,三分二人的位置 這次一圍了,12個,裡面有三分二人打了針 其他那些可以是不適宜打針,或者小朋友還未打得針 都可以坐,坐夠一圍了 是 我覺得這些事情一點都不吸引 剛才說完一次,不知道大家能否觸到 哇,當然想怎樣 三分二人要打針 三分二十二個,即是 十二就是八個 即是八個打針的人可以帶四個 可以帶進去的,要證明到老人家不適宜打 小朋友又容易一點,即是十六歲以下 因為十六歲以上已經可以開始打 所以我不知道 用在我家的情況 就 完全沒有吸引力 老人家又要證明不適宜打 怎麼證明呢 第二個呢,我覺得這個就是重點 袁國勇說 我們基本上 第四波已經 完了 第五波一定會來 這麼肯定 她的說法 還要搞一年半 還要搞一年半 還要搞一段時間 還不能斷 她的說法 這個就是 第五波隨時來到 不知道什麼時候來 好看我和你,大家的意識夠不夠 警覺性高不高 你看病毒如何變化 但是 今天陳肇始就有一個說法 是有趣的 她說如果第五波來的時候 會走這一招 就是未打針的 可能不讓你進去食肆 不讓你進去學校 不讓你進去宿舍 不讓你進去地盤 地盤是上班的 圖書館 博物館 我心想 你這樣有些 有些預警 不是不好 但是 因為第五波 是不知道什麼時候來的 很可能 下星期就到 幾天後就到 沒有人知道 也可能 兩三個月之後 甚至老實實不來 也有可能 最好就不來 但是問題是 你說不讓人回學校 如果第二波發生在 六月中 那些家長跟你死過 還有現在 香港特區政府的決策 真的很離譜 不是 因為現在 我想家長 打不打針 其中一個因素 假設 現在十六歲 已經可以打得 中學高中 已經可以打得 十六歲 十六歲 中四 中五 中六 已經可以打得 但是十六歲以下 還未可以打得 很可能 我猜他 都想盡快 因為十二到十六歲 美國加拿大 已經說了 打Beyond Tech 是沒有問題的 就是開始打 人家 Peter 學校考試的時間 間間都有點不同 可能有幾天的差異 但是基本上 就是 六月七日那個禮拜 開始 過了一個禮拜 那就開始考試 如果 那時候 你想像一下 那時候 第五波 還未打針 學生 不讓他們上學 怎麼辦 有些人打了 可能有些哥哥 十六歲 那些 乖乖的 聽政府說 可能已經打了 那些人可以進去 入學校考試 還有 還有 一件重要的 現在 科興 是未能打的 這些小朋友 只可以選 復必泰 但是 大家都知道 這個 看法 都幾一致 復必泰的 副作用是強一點的 尤其是第二針 很多人 所以政府都說 希望 雇主 早前就說 給平日加這麼多 那你是家長 我明知道 那小朋友下個禮拜 就 下個禮拜 就考試了 是 我給他打 是 第一針 沒有那麼強 打第二針才會強 經常考試 不是 第一針 也可能有反應 考試期間 你叫我兒子 叫我兒子去打針 是 不可能吧 如果不打的時候 中間 總一聲 又說 來第五針 不准上學 你說全部人不上學 停課 考試 再退遲 這是一件事 一視同仁 但是 如果你說 是用有無針 打過 來做分事 那就麻煩了 複雜了 這句話 我想 他想的時候 其實 他不要說 學校這個 大家就會容易 比較容易 吃飯 沒所謂 我未打針 不進去 就不進去 吃外賣 我自己衡量 坐在那裏吃 就打針 我覺得 我不想打針 不吃這餐 不進去餐廳 就沒所謂 就不要打針 然後你說 地盤的上班 其實已經做了 那些 那些 有很多 那時候是說 爆炸套戶 就是 外面打的那些 也有 都已經包了地盤 和書館 也沒有所謂 博物館 也沒有所謂 看戲院 也沒有所謂 但是 現在博物館 還有虛擬的 網上的 virtual參觀 但是 提到學校 這件事 就令到家長 心裡一個很大的問號 有否考慮到 例如在英國 原本都想著 有一個 綠色護照 現在都說 政府可能要撤回 就說不行 有人覺得這樣 是不公道 和很難執行 也是 法律上 是否可以做得到 是否可行 所以剛才我說 是否我們香港特區政府 變得 完全和我們認識的 普通法國家的施政 真是很不同 說來就來的 都不考慮到可行性 或者實際執行的可不可行 或者是 會否聽聽民意 現在有個號碼 除了689777那些 還有一個 599 還有一個 599 599 就是這些法律的基礎 我要你的食肆 我要你的行業 要你的行業 怎樣做 就有這個法律基礎 他們在裏面 那些法律 其實就已經做到 是 但是 也要刊獻 是嗎 但是問題就是 我經常都覺得 影響大 出發點可能是好的 他心裏面就是 喂 打吧 要不然你跟著 很多事情做不到 以前是鼓勵鼓勵的 今次其實是懲罰性的 是 懲罰性的 未打就不可以去這裏 不可以去那裏 那裏 但是 我想 陳肇始仍未想清楚 將學校這個概念 放進去裏面 剛剛 剛才進來直播室的時候 看到一個 金融時報的消息 現在是兩個小時前的消息 就說 特區政府準備 勃免一些 金融 保險業 這些 銀行業的人士 就是 高級職員 就可以勃免來香港 不用隔離 那你覺得這個 走走走走 還是 嘩 什麼都 看此看 為什麼他們不適合 你去這樣的人 撒死 不過他們看上一次 規定 每一個公司可以申請 兩個大型高級職員 我做什麼需要一個公司 太古雜時有很多公司 Maybek anyway 一定會有很多復衊公司 什麼 一定要導二個人 出去 好 我不知道 現在這些大型大型公司 那麼高級老闆 都不可以可以 electric 你記不記得上一次說來說去 這件事上就是新冠疫情 就是因為說了這麼久罵這個政府 罵來罵去就說他不封關 現在可以封就封了 雖然有些回港易、來港易 那些都是用風險來分居 還有是否用香港人 有沒有香港人的身份 如果他是香港人 我們應該怎樣都要想辦法讓他回來 第二個就是他來自 別人就用紅黃綠區 這樣的概念 我覺得如果你純粹是用行業 用行業嗎? 而且很急切想改善經濟 因為行業又不分來自哪個疫區 那就比較難搞 如果是印度來的 你說他兩個 我管你總不總在 飛到來又不用檢驗 甚麼都不用 怎麼可以接受呢? 這個大家分清楚 這個特區政府從沒有宣布過 亦沒有說過想著這樣做 這個是金融時報的消息 我想他也是獨家消息 又或者有些大公司自己想這樣推 很明顯是美國商會很努力去推這件事 他說歡迎這個發展 還有希望最好不要只是金融街 每個行頭都可以有類似的安排 那邊境的防疫 那邊做事就是廢 我想他們要解釋得清楚很多才行 你說那個老闆已經打了兩針 那他又說要打針 那又好些 然後你來之前有檢測過 然後又來自一些低風險疫區 還可以考慮 事實上這也是歐洲、美國、澳樓等地方 都在想要走這條路 就是疫苗護照片 其實就是 如果這樣說 你說給這些人試一下先行 疫苗護照片 那我覺得還可以 但是要做的時候 就不是仍然是金融街 就是為甚麼特別些 因為這篇報道有說到 他說有部分的措施 就在上星期五 在政府的網頁裡 已經是頒布和執行 那我上去政府新聞處 又不發覺有甚麼特別的消息 上星期五 他是不是指是 打了針之後 可能那個免疫 隔離的日數會短一點 你說他完全沒有了 但是不需要隔離 就肯定沒有這樣安排 這個我們也覺得 是要再繼續看下去 但是你看到 又是陳肇始上 記不記得上一次又有一個說法 今次無緣無故拖落校落水 上一次的說法 就是說 如果政府準備 訂一些更加對變種病毒有效的飲料 我聽了之後 不是說現在我們用的兩種 還未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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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好像有四組不同的數據 三組已經很清楚看到 是你所謂的加強劑 即是對變種病毒 其實都是基於你打了頭的兩針 然後再在兩針的基礎上 再打第三針 我經常印象以為 可能有一種新的疫苗 是我們未訂購的 類似 我很渴望的 Johnson & Johnson 那些 原來那些是比較厲害的 一針就要 一針就要 有些人在 那些人 那些人 到現在還未打針 其中一個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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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 對變種病毒 那支針 應該等不等 很清楚 之間 告訴你 你越是這樣想 你越快打 第一二針 還有最新又有新的 是混合的新的品種 真的很多人害怕 連越南都說 他們 這個叫做 印度加英國 對 倫敦 我不知道 那些N什麼 那個數字 其實如果叫COVID-19 我們不應該 我也要查一查 究竟 倫敦那個 英國的變種 那數字是什麼 是 印度的變種 那數字是什麼 我想大家 就算說完也不知道 所以當初 其實說 武漢武漢病毒 沒有問題的 你又會明白 指明的來源地 那你現在說 在越南發現的 印度和英國的 混合的病毒 那都是說出 那個來源地 不過 那天說 我真的沒有在新聞 任何個台 電台也好 電視台也好 真的聽他們說 是貫徹 這個 不污名化的原則 將剛才說的 變種病毒 都用英文字母 和數字 有 感谢观看